如果要问我怎么形容今年NBA的休赛期,我会说就一个字,乱,太乱了。 在上个赛季的NBA休赛期结束之后,虽然未免冠军勇是非常强悍,但加强后的骑士以及迎来保罗的火箭还有先组建三巨头的凯尔特仁和雷廷,也都是冠军有力的竞争者。 巴特勒不过今年夏天的休赛期,在胡人宣布天下张黄之后就已经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休赛期。 是的没错,在接下来,刚刚建立王朝的金周勇士的又出手了,一年530万美元拿下考新斯直接终结NBA,让张黄的跳槽毫无意义。 考新斯不过在后来与安东尼的加盟也让火箭的实力更上一层楼,也让火箭再次拥有了与勇士抗衡的实力。 张黄的胡人只能放眼未来了,安东尼不过就在最近,目前森林郎的当家球星吉尼巴特勒则表现出对加盟胡人的兴趣。 巴特勒的好友也承认了这一点,只言其非常愿意和张黄一起打球,并且对加盟胡人持开放态度。 詹姆斯唯一能阻碍这次联手的就是目前的巴特勒还是被合同,如果胡人想要得到他,就必须通过交易,来让巴特勒来到洛杉矶。 这对于胡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胡人有许多年年轻的球员可以去换这个,拥有全民兴实力的基站力,如果最终交易可以达成。 那么同时,拥有巴特勒以及张黄的胡人无疑再次拥有了与勇士火箭抗中的实力。